小梁,我們今天打Badminton 我們先收回腳踢吧 都是用腳踢,兩個運動都相似 上次的捉演教練都是用羽毛球長練習 但打羽毛球不用用腳,用爬就行了 那也用腳跑 走 相傳在18世紀的印度已經出現類似羽毛球的遊戲 後來有個軍官將它帶回英國的白明頓山莊 所以就以白明頓山莊的名為名,即Badminton 其實羽毛球和踢演都挺像的 雙方都不讓球跌落地 但羽毛球最不同的地方就是用爬去控制球 都說今天是打羽毛球,不是乒乓球 教練,你看他 可否教他一個正確的握拍方法 不是這樣握,那怎樣握? 其實羽毛球的握拍方法主要分為兩種 一個是正手,一個是反手 首先我們鼠氣之球拍 然後打開握拍的手 虎口位對著中間,然後輕輕地握住 我們這三隻手指,中指、無名指和尾指 就是負責固定的球拍 然後食指和武指輕輕地扣住球拍 而食指和中指之間留一點空隙 不要握住,這就是正手的握拍方法 而反手就稍微轉一點,食指收回去 武指舉著,好像Good一樣,然後按住 肥脂拍最闊的位置 你做到Good的手勢 這就是反手的握拍方法 你明白嗎,蕭倫? 我現在懂得握,但又怎樣轉呢? 轉拍方面,所以我們不可以握得太緊 所以我們就要握得鬆一點 每次轉拍的時候,你就要少少用的手指推 然後把武指放上去,按住平面 你要由放鬆、握緊、放鬆、握緊去發力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轉拍呢? 就是因為避免我們會受傷 如果你用正手的握拍去打反手 你會依靠你的腕力 這個角度長期運用的話,會很容易受傷 現在我就會教大家開球的基本動作 首先右手握拍的球員要留意 右腳就在後方,左腳就在前方 我們會有一個叫做丁字步 兩隻腳就不能太近,要有適當的距離 而我們就會用左手握著球 左手不要太貼近自己的身體 也不要太離開自己的身體 有一個適當的位置 而右手就要打開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個由下而上的揮動動動作 重心就會由右腳轉移到左腳 然後我就教大家上手後腸的激喉動作 首先準備的動作就是側身先 如果你右手握拍的話,就右腳在後面 兩隻手舉高,兩邊手臂大概90度 然後手跟肩膀的水平差不多 而腳就是肩膀那麼闊 這就是上手擊球的準備動作 當球來的時候,首先看著球 擊球的時候,盡量在最高的點擊球 然後手臂盡量貼近耳朵 當你擊完球之後 把球排向左揮動,右腳踏前一步